苏州的平江路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进出 一条具有历史感的巷子里 藏着各式各样独属于苏州的味道 轨角处有这样一家店 斐然盘艺馆 在这里是盘扣的天地 充满东方亚运的盘扣 是代表中国的盘扣 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我之前是服装设计毕业的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 还没有中国风那么兴起 传统文化并没有像现在那么风行 然后后来没有年前的时候 才慢慢的开始接触 就是有一些中国元素的设计 还有旗袍也开始风行 然后开始慢慢制作盘扣 在很多人眼中 旁扣只是旗袍上的一颗扣子 是一个配角的存在 离开了旗袍 它只是一个半成品 但杨飞然并不这么像 如果把它作为饰品 把它做成首饰的话 那不挑人 在任何场合 其实我们搭配任何的风格的衣服 其实都可以用 因为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不可能我们平时经常会穿得到旗袍 提高它的实用性 这样的话 就能让更多的人可以拥有盘扣 因为热爱 所以不断追求探索 经过几年时间的历练 杨飞然在旁扣制作上 独成一派 我们年轻的一代 审美其实已经是非常时尚了 对外来的一些观点的冲击 比较能接受 但是需要传承发扬 其实针对的还是年轻的一代 如果要做好的话 那肯定还是要和时尚结合 还是要加入一些 适合我们现在生活的东西 结合了以后 我们可以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这样的话 能够让它成为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 一个必需品 用的人越来越多 这样才会延续 她在设计上大胆突破 使其艺术性与功能性兼备 如今 杨斐然设计的作品 种类多则几十种 她将其称之为盘艺 做盘扣的人 其实还是挺多的 但是做盘艺的不多 做创新的不多 店内也开设了盘扣制作课程 平时有很多人前来学艺 一做就是一整天 盘扣结合缝 包 缠 等多种国劳工艺 文化底蕴深厚 同时也十分需要耐心 有时少做一个步骤 作品就不尽人意 一个就是他没有师傅来教你 因为盘扣曾经有一段时间 基本的一些像一次扣 十心扣之类的 这个还是有的 但是像甜心花扣 一些复杂一些的扣子 其实在大陆这边 是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了 但是后来因为传统文化兴盛了以后 是台湾有一些师傅 他们把一些比较技巧类的东西 带了大陆来 然后我们这边又开始科广 才慢慢的兴起的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 斗转星移 时光流逝 有的传统文化已渐渐没落 有些则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淘汰 只有不断创新 追逐时代的步伐 做到古法与现代相结合 让后人耳濡目染 感受其中的魅力 才能真正发扬光大 渊源流长 青砖半瓦漆 白马踏行李 山花角夜暮色 漫花角夜暮色 从染红净 无颜洒雨滴 吹音鸟鸟轻 蹉跎跎转弯弯弯弯弯弯弯灯 你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